中华之邦 將正式回歸中华之邦 成為聯盟第五隊 哈囉我是棒球飛沿小豬 為全龍回來啦 這是第一天的券 然後這個可以獻的是第二天的券 然後有帽子跟手冊 欠面手冊這樣子 哇 抽到一頂帽子 太清楚了 因為我再來幫忙 請問你是那個小豬嗎 對對對 是喔 因為我剛剛很艱手 是是是是 是我 是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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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的禮物 買好了 go 既然來到 抖六棒球場有比賽喔 球員是由 北中南淘四個遺囑的 高中聯盟 選出該聯盟最優秀的球員 來組成的 其中包括中部聯隊的 翁宇成 是第三屆U12 世界少棒賽的宣誓代表 陶區聯隊的 是U18 軟四棒球國手 這一個比賽 現在在高中遺囑 是競爭力非常高的一個賽事 大家如果在 8月23到8月25 如果有空 就到抖六棒球場 來為他們加油 給他們支持 順便也可以到 雲林抖六 這邊來做觀光旅遊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項 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所有的選手進場 首先同手林旺益 投手莊玉斌 投手李宇祥 投手曾柏榮 投手曾榮紅 投手曾榮紅 投手劉家凱 胡手魏全 胡手劉凱諺 內野手劉姬洪 內野手曾傳聲 內野手朱祥霖 內野手歐靖 外野手陳鎮陽 外野手林奕騰 外野手林毅恬 外野手吳宗俊 外野手林旺蔚 以上是所有的球員 接下來為您介紹 內職員以及教練 投手教練郭聖安 内野教练 陈志伟 大级教练 张汉山 手臂教练 黄九龙 总教练 叶军周 最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客座教练 Muninori Kawasaki 专旗 叶军周 好的 欢迎完所有的球员教练以及被学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邀请长官来为我们说几句话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今天开训典礼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乐 要来揭晓队长 我们在这边先邀请到的是温英聪董事长呢 麻烦来到本蕾板这边 为我们来揭晓在2019年魏全龙之间霸头队 本季的队长名单到底是哪一位的选手 在这里正式的跟所有我们的观众媒体先进 魏全龙的队长是林万位 掌声给林万位 欢迎万位来出来也请魏董呢 拿着这个Captain字样的徽章 把这个重要的使命交给万位 来担任本级魏全龙队的队长 担任队长可不可以先来谈一下队长的感想 首先我当然要感谢董事长 让魏全龙再次复活了 然后我们也会铭记董事长讲的 诚信核心卓越 我们也会把过去的龙魂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然后我们也会把过去三年半的精神延续下去 所以请各位球迷一定要给这些新龙将们鼓励与支持 然后我们也会把最好的成绩回报给董事长 然后教练 然后各位球迷们 各位球迷们 魏全龙回来了 讲得非常的棒 王位看起来就有这个队长的气势了 那最后可不可以来谈一下呢 对于今年你自己或者是所有的队友 或者是整个球队有什么样的目标 目标喔 教练讲了三年上肌肉赛排 可是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些给他们压力 我会用我的经验与历练去跟他们讲 在职业场上不管年纪 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 对教练有自信 然后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很好的成绩 成为一支很棒的球队 再一次的掌声给王位好不好 他是我们今年卫全龙队的队长 谢谢 那我们要来掌声欢迎的是 卫全龙队总教练 叶军章教练 欢迎无敌铁金刚叶军章教练 叶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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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讲了一个口号就是我希望在2023年 然后可以打进肌肉赛 那这是我的目标 那为了这个目标呢 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就是会像领队讲的 那我们用更科技化的设备 然后科技化的训练 然后来协助选手 那第二个就是 呃我们的教练目前为止 比较算是精简化 那我们未来会把教练再补足 补墙 然后才有办法协助这些选手们 那最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比赛 那在这里就是麻烦吴会长 然后希望可以让这些选手 参加今年的冬联 这样子 那麻烦你协助 对那 呃我们今年目标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希望这些目标都可以达成 好再次的掌声给叶总 谢谢叶金章教练 谢谢 好在这边呢 我们要来进行今天开训典礼上面的大合照 那我们要邀请到三位的长官 包括吴志阳会长 另外还有魏董以及武林队呢 麻烦到我们粉类板这边 那另外呢 也请所有的教练 队局员还有球员们呢 我们可以往粉类板这边来集中 要来进行今天 开训典礼上面的大合照 要进行大合照 前面的陈膝盖 OK 好的 谢谢所有的贵宾 谢谢所有的长官 谢谢教练 谢谢球员 辛苦的队局员 今天也谢谢你们了 可以稍作休息 我们等一下呢 在这个看板的前方 要来进行媒体的联放 也请所有的媒体先进呢 可以到看板这边来坐stand b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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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便当 是买喝的 我们来选一个四野好的地方来吃饭 看看他们的便当菜色如何 现在下起大雨了 不知道下午的对抗赛还能不能打 场地感觉有点要积水啦 那我们先来吃饭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 卫全龙这一次活动 付的便当 菜色如何 我来就刷一个这个 错 有点重 玻璃用的保鲜膏 哦 哦 这是他们这一次活动的logo 怪不得我刚刚还以为说 龙迷都很环保 每个人都自己带便当来 我想说我自己没带便当怎么办 想说这次他们的餐盒就好了 结果他们餐盒原来就是这样子 好啦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菜色 哦 那里面有 哇 两片 辣椒 好赞 还好我吃辣椒 然后 大萝卜 花枝 高丽菜 跟这个我忘记叫什么 有点像 竹轮吗 骨蛋 跟一块 半块 应该有点接近半块的 乳排骨吧 炸排骨 OK 我们下面饭 休息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在报道的时候他送的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 这个算是球员名册 翻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 收集所有人的签名 然后现在 场边也会 呃就是观众席的地方啊 整个球场都会陆陆续续出现一些球员 然后他们都会 就大家就可以跟他们一起要签名 这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人把这些 球员的签名都收集完 哇 真的是 非常死忠的球迷啊 OK 后面就是 可能 做笔记的地方吧 再来是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我觉得他做工还不错 因为很少有像 伴众活动的 纪念帽 他是都用刺绣的 像前面这个 这一次的图 以及旁边 龙的logo 跟后面纪念的 哦 这个纪念帽我觉得 简单 但是都刺绣的 我比较喜欢都刺绣的 里面 哦这个我们也拿起来 哦 原来是 ZETO做的 这边是用魔鬼毡 我比较喜欢用魔鬼毡的 用那种 一颗一颗的那种 用去压的那种 那种带起来都不舒服 魔鬼毡的 戴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OK 转速到OK 好未来也多多接受 我们魏全红队长 林旺位 好吗 首位打者 背号 52号 川崎宗泽 哈啰 我在片中里面有提到一个 高中遗嘱的棒球比赛 那它是 算是第一次有人找我协助他们拍摄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帮他们宣传一下 那当然 因为都是遗嘱的啊 其实让我感觉上是有点像是 我去韩国打的那样子的比赛 这种感觉 我们都不是正规也不是甲族的选手 然后 但是都怀抱着一个棒球的梦想 那没关系 我能帮我就尽量帮忙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 这是我在 魏全龙的那一天的活动 买的钥匙圈 好 那我们就拿这个来抽奖 那怎么样参加抽奖呢 就是 你在我下面留言 然后 留完言之后 再take 我看一下他的名字 好 在take 北中南逃 四联明星对抗赛 OK吗 那这一个的话是他们 这个高中遗嘱的 一个粉丝专业 那我会希望说 你除了take之外 也可以帮我去帮他们按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们 OK 好 那我就三个 时间就是到 8月25号 截止 然后我可能在 我的下一部影片 然后就顺便一起做一个抽奖 OK 那影片就到这边咯 喜欢这一支影片 帮我按赞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想要参加抽奖 小铃铛打开 然后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是棒球飞人小猪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